大家好我是阿天 感謝這個網友愛庫賽利昂 留言給我說這一次的奇境探險 黑玉往事是有一些算是小彩蛋故事 那我們在玩之前呢 你有空的話可以先去看一下說 有關於這個尼奧芙跟這個 往生騎士特雷之諾的故事 因為呢這個這一次的奇境探險 其實跟他們兩個有關係 那尼奧芙呢就是從人類這個地方 然後到了這個隱魂島 然後看到了這些受詛咒的這個亡靈 然後也發現說這些亡靈 事實上沒有像人類 就是人心那麼險惡這個樣子 然後在那個地方照顧他們 那至於說特雷之諾呢 他算是比較正義的奇事 那當然呢他是這個也是班提斯帝國嘛 然後受了詛咒變成亡靈 那但是呢他是逃離這個國王托安 然後從這個黑玉逃脫 那所以說大概是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背景故事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什麼地方我忘記了呢 這一次的這個黑玉網式的這個 呃奇跡探險呢 其實不會太困難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呢 有一些地方齁 就是有那個廢墟 那你可以在那個地方找到那個小故事喔 欸欸這怎麼回事 怎麼一直loading 好正式服我連線怪怪的齁 那我們用先鋒符來看喔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那這是已經過關的這個這個 算是算是結尾 那我們先從頭開始喔 好我們先轉換一下喔 好轉換回來之後呢 我們先回到遊戲一開始的地方 還好我沒有結束這個冒險喔 不然敵人又要重打 好那一開始這些地方呢 都沒有這些小故事嘛 然後我們看一下日記喔 日記的話呢 只有只有寫說這個黑鐵玉 黑鐵玉其實就是這個 往生騎士特雷之諾逃出來的這個地方喔 好然後呢 然後呢 這些地方呢 就是這個是切換的嘛 然後這個是燈 好所以說一開始這個地方 並沒有齁 那我們就開始 做這個黑玉門廊是不是 好然後呢 到了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齁 嗯 欸喔這邊有個廢墟喔 這邊有個廢墟 我們來點一下齁 好破碎的房屋 看來有人居住過齁 我們來拾取一下 喔這邊有個東西喔 這之前我沒有注意到 托安已經瘋了齁 托安本來是一個仁慈的君主齁 那古王托安呢 在這個 欸就是 欸被他弟弟幹掉嗎 然後呢 這個變成亡靈之後呢 就變成殘暴的統治喔 好有人還天真的對托安抱有 不切實際的這個期待 就是說那一些瘋狂 迎接他來 迎接他的這個 這個民眾喔 班提斯那些亡靈 所以說呢這個 呃特雷之諾他 特雷之諾的往生騎士 他才會逃離這個班提斯嘛 好 在他率領亡靈大軍 回到班提斯呢 民眾全部都變成亡靈的那一刻 我已經知道 國王已經徹底的墮落了 黑鐵玉的犯人會越來越多 往後職會越多 好然後呢我們再繼續看喔 欸這個故事的話 我覺得比較 比較適應這個 特雷之諾的故事喔 好那這邊有一個破碎的房屋 好然後呢這邊也有一個 囚犯手書二 和我一起被投入黑鐵玉的戰友 还有很多很多人在无尽的折磨中 磨灭了灵魂 彻底丧失了意志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是这个亡灵 然后已经不是人类了 然后呢他们都想要从这个不见天日的监狱中逃脱 他要保持理智 然后并不是每一天都能够被赦免 然后呢只要保持理智 终有一天可以从黑铁玉逃离 这是对战友的承诺 那战友呢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特雷之诺的那个战友 因为在故事里面呢 这个特雷之诺有一个战友好像叫 卧瑞尔嘛 有点忘记了 我们来看一下 特雷之诺的这个故事 他的这个战友叫什么名字呢 对对对 这真的叫卧瑞尔 好 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就是翻一下这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单单只是玩这个 没有去看故事的话 有点对不起游戏企画 而且重点是 天远真的这个故事啊 刻画上面 我觉得做的算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破碎的房屋 我们再去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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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点跳过去啊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诶 这个地方 好 我们照顺序看好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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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有一瓶新的罪犯 被押入黑铁狱 他们口口声声说是被冤枉的事啊 每个新来的囚犯都这么说 先是深渊说自己清白无辜 过几天就会开始破口大骂 这个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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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上比较坏一点 好 当他们强称的勇气被消磨殆尽之后呢 就会承认自己的队形 被押入黑铁狱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企图颠覆陛下统治的罪犯 最终只有无尽的哭号 好 然后呢 再来是看这个狱卒日记二 我的某位同僚 被逮捕入狱 这个狱卒呢 他的 他的朋友本来也是狱卒 结果呢 后来他也被逮捕了 没想到我身边也有潜伏的叛徒 哎呦 还有间谍哦 好 然后那个家伙技能隐藏的那么深 平常完全看不出有谋逆的迹象 偶尔还会和我聊上几序 这个的话应该跟特雷之后没有关系哦 好 他狡辩了说自己被陷害 然后呢 尽管谋逆的最能还没找到 但认罪只是时间的问题 黑狱中绝对不会有谋冤者 感觉上这个狱卒 迟早也有一天 他也会被冤枉哦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好 这里有一个 狱卒 囚犯手术三哦 OK 囚犯手术三不得不说 黑铁律是折磨灵魂的好地方 我以为自己绝不会迷失 但现在已经无法笃定 让我想到这个恶灵古堡后 这个世纪起到最后面就是 羊好吃 好 那我无比怀念身体还有痛绝的人类时期 对 他们现在其实都已经是亡灵了 那个时候我还会昏迷 我不知道我会坚持多久 如果某天我也堕落腐朽 战友 请你让我解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沃瑞尔的这一个手术哦 然后是对这个 特雷之诺讲的 好 然后 在这个地方 最后面还有一段哦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诶 狱卒日记三 该死 在这个监狱里的人都疯了 居然有人污蔑我 诶真的耶 荒谬就因为我跟那个 被抓的人私下聊过天 这是赤裸裸的诬陷 难怪每天都有新的叛徒 他们拿不出证明我有罪 但是黑铁 狱不需要证据 啊 嗯 黑铁狱中 从来没有蒙远者 因为没有人 能走出黑铁狱 好 OK好所以说这是一个黑铁狱的这个 这个故事背景哦 黑狱网事 那诶那看完这个黑狱网事呢 其实原本以为说他跟尼奥夫有关系哦 那呃看来的话呢 这一次这个黑铁网 黑狱网事呢 其实在讲 这一个这个网生骑士哦 这个呃这个特雷之诺的故事哦 好那所以说呢就是 藉由这一次这个SP的这一个情形探险呢 你会更了解 特雷之诺的故事 当然了他的视角是 好像是 是由这个尼奥夫来到这一 这一座岛上 然后让 让那个什么亡灵去述说这一段往事了 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哦 因为这些 这些故事的话感觉上跟尼奥夫没什么关系哦 好我们再重新看一下一开始的这个对话哦 好这个 这个苍翠女士尼奥夫说这里有那么恐怖吗 也比传闻更甚 好没想到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好在托安建什么 呃建立政权的初期嘛 为了稳固统治 然后排除一几 他在班提斯各处建立的数座黑铁狱 好所以说黑铁狱有很多座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位于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的监狱就是黑铁狱 他已经废弃了 OK为了防止我们越狱 就是往生其实他是已经成功越狱过了 这个样子 好 OK我们能踏进真正的黑铁狱 好就是这个样子 诶那所以说他为什么要来黑铁狱啊 糟糕 诶好 那诶这个 好我再重玩一次哦 这个墓碑 墓碑下沉睡着宝金折磨的灵魂 只有灵魂能唤醒他们 好这样子的话他是来帮他解脱 OK 好这一次我们是来纯粹看剧情的 好 那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过程跳过 只留下有这个对话剧情的部分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玩过了 好 好这样子切换 注意前面的蜡烛 那是黑铁狱为了防止灵魂逃脱 所设下的这个光 烛光会消灭照耀范围内的灵魂 好这我们知道 所以说黑铁狱利用这个烛光去消灭 应该说去阻止这些想要逃跑的亡灵 好然后呢 反过来说呢 我们又可以利用烛光来让这些痛苦的灵魂获得解脱 所以如果说 呃怎么讲呢就是你要 你要逃脱的时候呢 他为了不让人逃脱 然后放下了这个烛光 可是呢如果说 刚刚照这个特雷之诺讲的是说 如果说你想要解脱的话呢 你自己去撞亡灵 那你也就解脱了嘛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哦温暖的光我无法靠近 啊忘记切换了 好这个这个不是攻略 等一下哦 好这样子我们要切换成亡灵状态 好 好这一次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对话 呃这一次旗舰太写忘了看 忘了看对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感谢网友提醒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好 好真的我们速战速绝了 打这一个旗舰太写或是副本的话 有SP的身 那就真的快很多了 好然后巨型还有吗 嗯嗯 诶这边没有巨型哦 好我们转换一下 这边好像都没有什么巨型 好移过来 然后 嗯 哇 哇 我卡住了吗 哦没有啦没有啦 还没卡住吓我一跳 啊这这这这边有些敌人要打 好麻烦 反正这边就是把敌人清上去之后呢 然后移移机关就好 然后 一个重点就是 让你自己被压在马车身上哦 所以这一关其实 其实真的还蛮快的 因为我记得右下角的机关 其实 最主要的右下角的机关 其实影响的主要就是那个什么 呃 主要的就是下面的一些宝箱哦 所以说 呃 好 没关系哦 我们先移过来 好移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 诶 这样子好了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这样子移上来 嘿 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好 我们就直接过去了 那些就不理他了 然后 嘿 消掉了 然后再过来 嘿 再过来 压到我身上 好 然后再 再给他过来 嘿 然后我们再移下去 好 再移下去 不过这下面好像 好像就没有剧情了耶 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就是 呃 切换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再把它移上来 好 我们转换我们的灵魂 好 我们去左上方 应该就结束了吧 诶 不能过去哦 呃 等一下 这边有敌人要打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对话是什么 还要再打掉三只敌人哦 稍等一下哦 好 这边 这边一只 好 结束 OK 这边再最后一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说他的对话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一个黑铁狱哦 说来有些讽刺 这座黑铁狱已经废弃 但是设施人在运转着 还在运转着 监狱者 撤离的时候呢 甚至不愿消灭这里的囚犯 任由他们在无尽的折磨中彻底丧失理智 如今他们都获得解脱哦 所以说是蒼翠女士过来救他们 对于我们这些不甘多乐的往生者而言 死亡才是唯一的解脱 那他们去撞这个主火就解脱了 我们能逃离黑铁狱 但是永远无法摆脱永生不死的诅咒 好 回隐魂岛去吧 诶 这个尼奥弗的故事 他最后他也是留在这个隐魂岛 好 至少在那里往生者无人打扰 或许有一天往生者能够迎来真正的解脱 哦 OK好 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永生不死是一种诅咒 但是 诶 我们知道 这个往生骑士特勒之诺 他的特色就是 诶 可以不死 所以说 基本上的主线推图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到 因为 他这个怎么讲呢 从马上下来的时候呢 有一段短暂的这个无敌时间 好啦 那这个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阿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